她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中医 这个老太太跨越两个世纪 行医近百年 人们叫她大妮 她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中医家庭 由于大妮从小聪明好学 奶奶沉世便顶住罗家正骨传内部传外 传男部传女的压力 当大妮三岁练魔谷 五岁开始跟随奶奶学习祖传的罗氏正骨术 十岁帮助奶奶为人治病 十五岁开始独立做班行医 奶奶病故后 她破例挑起了罗氏正骨记忆的第五代掌门人的重担 重度骨折的病人而一举成名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天 邓颖超同志腰部扭伤后 躺在床上不能行动 经多方治疗无效 周恩来派车把罗友明接到家中 经一次治疗后 邓颖超的症状完全消瘦 周总理见他治疗骨伤如此神奇 问他叫啥名 他在当时还没有名字 也为丈夫姓王 别人就叫他王罗氏 周总理见他治疗骨伤如此神奇 给他起名为罗友明 只有名的医生 后来他自认看病并不为出名 便改名为罗友明 也因在北京双桥扎了灯 医术高超 也被称为双桥老态的 从一九十余载 治愈了数以万计的骨伤病人 罗友明打破罗氏正骨绝技 不外传的家贵 将罗氏三百多年来的正骨绝技 和祖传秘法汇编成书